你是怎樣 喝醉酒 現在來這邊都沒想過一句話 身體不舒服 貨報有人錄到 警銷道場評估 卻認為男子只是喝醉了酒 他連離你的鬼 你打他他才有反應 你不能確定他是不是原本的重點 第一時間沒有送醫 而是把人帶回派出所 想不到男子最後半身癱瘓 至今躺在家戶病房 家屬在派出所哭到快昏倒 怒控警銷 延誤送醫 這是一條人命 一看就知道他是不舒服的情況下 為什麼沒有先送醫 你開口閉口就是 你躺在這邊 你要耗多久的時間 行為非常的惡劣 鄭先生6號晚間6點13分 騎車自摔 一個小時被民眾發現 通報119 同時警方也到場 只是救護人員評估了半小時 認為無法送醫 由原警帶回派出所 一滴的頭用起來 你應該要輕輕放下 不是這樣子放下 讓他再碰一次 他們全部都把他當成酒醉的人 我就覺得是一個低酒不沾的人 把男子放在派出所的民眾等候區 想不到過了近十分鐘 原警這才發現不太對勁 再次通報119 將忍送醫 這前後至少折騰了兩小時 家屬指控送醫過程嚴重瑕疵 怒搞一氣罪 經過消防人員評估不送醫後 將他帶回派出所保護 並同時聯繫家屬 本局正在對救護過程調查當中 消防強調因為患者第一時間 心跳脈搏都正常沒有生命危險 因此評估不須送醫 是照著SOP進行 但是否涉及疏失還在調查 而律師認為家屬提告一氣罪 也就是一氣無自救力之人 通常得是危急生命 因此要告成功恐怕不容易 只是中風被誤認救駕驗 變成半身癱瘓 家屬就判訴諸司法透公道 記住紅天鴨 紅玉蘭什麼事報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紅色的去後面 紅色的去後面 這是我 大甲媽祖繞進回鸞 叫班趕路中 後方紅色衣服的接駕單位 想接近鸞叫 甚至出現挑釁 跟警方爆發退績 大提警力把雙方架開 衝突才沒越演越烈 十二號晚上 大甲媽祖進入彰化市 行程延誤四個小時 警管隊伍馬不停蹄 抵達永樂街天后宮時 已經是凌晨十二點五分 進去出來不到五分鐘 創下停駕最短紀錄 就怕途中有信眾搶著接駕 彰化警方部署五百名警力為安 但走到中山路再度發生推擠 部分民眾因不耐久後想要接近鸞叫而發生推擠 在彰化縣警察局優勢警力排除下沒有發生打架情勢 承受楊勝利雲傑 中華台中才碰不到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兩千三百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等會來了 民眾目睹這驚險瞬間 一輛連結車車頭嚴重有趣變形 脫掉車吊掛車身 車頭懸掛在半空中 路面上更是遺留了不少車殼碎片殘骸 及護欄碎石 原來這裡是發生一起兩輛連結車碰撞 一名駕駛墜橋的驚悚事故 遭撞的連結車駕駛回想當下 為了檢查車況險些連命都沒了 我覺得準備要起步了 我就看到那個車子 他很快那個燈打很亮 我還在路間 他直接就給我 這架式都一直推到我 都拉到這邊來了 事故就發生在桃園新屋 台六十一線快速道路 十三日凌晨三點多 當時三十四歲的陳姓連結車駕駛 行駛在高架路段時 正巧路邊五十六歲李姓男子 也駕駛連結車從路間起步 兩車當場發生擦撞 城南的連結車失控衝破護欄 人噴飛車外 重摔到十公尺下方的平面道路 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經搶救有恢復生命跡象 也導致當時騎車經過的兩名騎士 不慎摔車 所幸只有輕傷沒有大礙 離奇的是一週前 同樣路段也發生類似意外 駕駛同樣也墜落橋下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喪命 同個路段連兩星期發生墜橋意外 是不是車速過快 或是道路設計問題 都還有待警方或許調查釐清 記者劉志祖李廷熙桃園報導